到隔壁小机里捡到了一盘叶菊花 这盘叶菊花可能是被扔掉 然后我就捡了回来 因为它出现了小小的问题 因为这种问题就是出现了一些微微的斑地 还有花蟹之后没有继续做修剪 先把一些残枝霸叶给它统统修剪掉 避免感染到极大的叶片上 或者是浸干上出现一个黑斧黑干的现象 尽量把一些黄叶的部分给它修除掉就得了 这种叶菊花不怕剪 剪的叶金光它长芽比较多 花盘中的杂草给它清除掉 避免滋生一些虫害病菁 给它修剪完成 把盘堵中一些杂草清理掉之后 用到叶菊未细套餐做一个防治了 其中就有三瓶 有两瓶是杀虫的 这瓶是杀菁的 可以用到这瓶就得了 在启用之前 你们一定要看清楚 这瓶就是杀菁专用的 不要乱用其他的那两瓶 其他的那两瓶是杀虫用的 比如说那些红鸡猪 白粉锡 芝麻和芥可虫 等等一些种害 可以起到一个杀虫效果的 这一瓶就是杀菁专用的 不管是一些白粉病 黑斑病或者是双眉病 等等一些病害 可以起到一个防治作用的 一毫升对上一千毫升的精水 给它喷洒均匀 页面喷洒或者是鸡干喷洒也可以 一般都是五天的时间给它喷洒一次 脊柱给它喷洒均匀 盘毒也同时给它喷一喷起到一个杀菁作用 一般的话一天喷一次就可以了 不要在一个比较暴晒的情况下喷洒 最好是在太阳下山之后喷洒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一场预防 15天到一个月给它用一次 就是按照刚才的方法 整个脊柱喷洒均匀 还有这个盘毒 给它有一次性给它喷洒均匀 基本上喷洒三次 就能够完完全全的 把一些病菁给它去掉了 很好的让它正常的生长 这是我之前用同样的方法 救治的叶菊花 现在已经长得不错了 新芽也长了不少 这种方法是不是很简单 如果觉得简单的话 家里一旦所本在的叶菊花 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去操作 去养护 一段时间过去之后 它就会长得比较多的新芽新叶的了 同时平时可以给它做一个预防 15天到30天给它做一次预防就得了 好了 下期再见